好目前呢在我們子頻線上8625位朋友跟我們一起來聊新聞 謝松妹看完之後他就講說 哎呦喂啊希望能夠平安 小方則說了駕駛技術好謝謝你救了大家 熊惠生也幫機長按一個讚 Jetwho說技術不錯喔 還能夠控制到左輪先觸地 好確實發生了這樣的一個意外 大家都很關心到底為什麼會爆胎 如果撞到異物當時又是什麼樣的情況 必須要請民航局 好好查明了 這件事情呢則是一個社會案件 現在家屬也希望好好查明 原因是因為昨天是母親節 在台中這一名李姓男子呢 就帶著一家六口 跟他剛剛認識的朋友夫妻黨 總共八個人他們來到了台中 投遍坑西畔來烤肉 而李爸爸呢他的說法是說 那個時候他看到了 他剛剛認識沒幾天的這個朋友呢 說在水裡頭游泳 疑似好像溺水有點掙扎 而他的兒子今年念小一七歲 那個時候就站在石頭上頭看 可能是因為石頭滑 整個人呢掉到水裡 然後他就聽到孩子喊了一聲 爸爸救我他也趕緊下去 說法是呢他好像是有抓到這個孩子 可是這一名溺水的陳姓男子呢 卻抓住了他小朋友的腳 而因此將這個孩子給直接往下扯 最後他的朋友跟他七歲大的兒子 雙雙溺水死亡 現在呢因為李家仁指證莉莉說看到了兒子就是被這名陳姓友人給拉下去的 所以檢察官要到殯儀館來相驗 釐清的是小朋友的腿部這邊到底有沒有抓痕 好其實說到這個地方要告訴大家 他是非常危險的水域 來導播給我下一張好嗎 因為其實這已經被台中市政府列為是 11個危險水域之首了 我們說剛剛這個地方就叫做偷遍坑溪 好這個地方呢其實發生問題不是第一次 因為要帶您來看到的是在昨天發生了 這麼一個一大一小溺水身亡的意外 其實就在上個月4月的時候呢 說也有一名在埔里 戶籍在埔里的男子都來到這邊 因為缺水一次是想在這裡洗澡而被溺斃 甚至呢在去年也有三個人來這邊玩水 造成了一人溺斃的意外 好大家就在問了如果都發生過這麼多意外的話 大家是不是要提高警覺 而這個地方也在被發現說原來也曾經發生過情殺案 在2018年的時候說情侶兩個人發生口角 女生呢認為男生好像是誣賴他 所以一氣之下竟然就把男生給直接推下橋 而造成意外 整體事件發展到現在這個水域非常的危險 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誡大家 所以呢理性男子帶著孩子們去那邊玩 也有可能會觸法 這是一件事 而另一件事則是 他們全家只證立立說看到了朋友 是把兒子的腳扯下去 造成孩子溺水 現在這名理性男子呢是非常的難過 同時說要對他的朋友就責 一大早死者家屬抵達殯儀館 理性男子和妻子雙眼紅腫 悲痛到說不出話來 蟹子手上抱著另一個孩子哽咽落淚 至今仍無法接受 七歲的寶貝兒子已經離開人世 原先開心的母親節竟然造成糧死 9號當天理性男子一家六口 和在工地認識的陳姓男子夫妻 到頭便坑溪水浴烤肉 陳姓男子跳下溪 七歲理性男童站在一旁觀看 踩到石頭上的青苔滑落 疑似遭陳姓男子拉下水 兩人雙雙溺斃 理性男子怒控是朋友扯兒子的腳 才釀成悲劇 是我老公先下去的 再來 再來就是孩子的爸爸下去 孩子怎麼下去的我是不知道 但面對指控 陳姓死者的妻子強調 事發當時他在滑手機不清楚狀況 檢察官也到殯儀館相驗 理性男童腿部有無抓痕 同時間男童爸爸控訴陳姓死者 也有責任要向他求償 陳男當時候也是處於一個溺水的狀態 另外案發現場有例告示牌 禁止細水男童父母恐違反兒哨法 最高開罰六十萬 並且得承擔過失致死責任 兩個家庭母親節在溪邊烤肉 奪走了兩條性命 記者聯員兵王百英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字幕仔細是詞・作曲 李宗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